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毅博饰演的白李红毅第一次笑 居然是对着他 风起洛阳中的白李红毅 王毅博饰演 剧情开始就是辞职 被逼婚 阿爷意外被害等一系列操作 所以整个人都严肃非常 而越了解 便越觉得白李二郎是个温柔之人 这一结论从何而来呢 让我们随白李郎君走入不良井 二郎未找线索 来到不良井 此人衣着气质均与不良井格格不入 引得路人纷纷侧目 这时 一群脏兮兮的孩童跑过 掉落了东西 二郎捡起还有孩童 这便有了那温柔一项 与父母亲被孝顺 与同街同事良善都不足以说明这个人至纯至善 而与所谓的见及真正的弱势群体 和蔼可亲才是他的良善 而与小朋友的相处 白李鸿逸的饰演者王一博也是非常亲近的 最印象深刻的莫过于 在六一儿童节这天 王一博与六岁小朋友卷卷的一天 两人午餐吃了猪油拌面 卷卷吃不下了剩了几口 一博没有一丝犹豫 就拿起来把剩饭吃掉了 街舞第三季总决赛当晚battle时 王一博被一众帮跳小朋友围在里面聊天 当真是受小朋友欢迎的大哥哥 白李鸿逸的牧师之心是追求真理的决心 王一博的酷是专注与热爱 这些都不妨碍他们是那样善良和朴实 也期待后面的白李鸿逸可以越来越开心 喜欢的小伙伴们感谢三连 欢迎关注 豆豆专注王一博作品 资讯与综艺